好来我们直接从example sheet开始啊 example1到9的那些东西 我都觉得很简单 你们自己看也能够看得懂 然后他之前的那些练习 我也觉得你们可以看得懂 然后是简单直接的 我就不讲了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就直接讲 它的advantage 跟disadvantage 不同的measure of dispersion measure of dispersion 我们主要有三种 就是说它第一个是range 然后第二个是interquartile range 然后第三个呢 它是standard division OK 虽然讲我们有找variance 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比较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看variance的 因为如果那个东西原本是meter的话 这样我的range的单位是meter interquartile range的单位是meter 然后standard division也是meter 可是variance它是meter square 所以我们比较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用这三种而已 所以我不会去拿variance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虽然讲我们在前面的部分 我们有学center division variance interquartile range 然后可是到了我们讲measure of dispersion 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是讲这三个而已 就是说我们拿一二三 这三个而已 然后就好像我在这边 我有找Q3-Q1 然后Q3跟Q1它自己本身不是measure of dispersion 它是两个点 第75%跟第25%的点 然后我要找它的measure of dispersion 就是看它分得上不上的时候呢 我还是看这三个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跟standard division ok 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如果啦 我们有outlier ok outlier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大或特别小的一个 就是说它不合群的那个东西叫做outlier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的就是interquartile range ok 然后outlier它也叫做extreme value 是特别大的那个value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interquartile range ok 然后我们standard division呢 它是拿来compare two sets of data 然后它的standard division小的意思呢 在这一边 a low standard division indicates the detail is dispersed close to the mean ok 就是说它很接近那个min 如果它的那个standard division小的话 ok 然后standard division大的话呢 就代表它是离那个min很远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example 10 它在这一边 它叫你找它的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跟它的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ok 所以10 11 11 14 18 20 21 21 21 25 40 so 我的range呢 是最大减最小 ok 所以我的range呢 会是等于40减10 然后拿到的是30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它总共有多少个 它有1234567890 它有10个 10个的话它的一半是5 12345 所以我把它分成前面一半后面一半 前面一半的中间是这个 后面一半的中间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的q1 这个是我的q3 我把它分一半 然后 一半中间median 一半 一半的前面的一半是q1 一半的后面的一半是q3 所以我的q3是21 q1是11 所以我的interquartile range呢 会是等于21-11 然后它就是1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说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of dispersion to be used 所以它答案是interquartile range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outlier 40 不合群的 你看 其他人都是10 11 14 8 20 21 24 25 OK 就你想象一下那 假设他讲啊什么呃 拜六礼拜两天 OK 呃 什么 读书多少个小时 哦 然后他讲我拜六礼拜两天没有读书的时候呢 我自己在家读书5小时 一天5小时 一天5小时 两天读了10小时 11小时 11小时 14小时 20小时 然后18小时 21小时 都22亿都很很勤劳了嘛 一天花10个小时在读书 然后 还有25个小时 哇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讲哦 拜六礼拜两天呢 我花了48小时里面 我花了40个小时在读书 OK 我每天睡4个小时 OK 他就很夸张的 extreme value 他跟正常人不一样 outlier OK OK 嗯 在这一边呢 他就有 呃 那个 艾曼跟John 五次考试的分数 然后 四十七十九十八五六四 八十六五七三五八七三 然后他 其中一个要代表 学校去参加比赛 然后在这一边他问 谁 可以被选中 justify your answer 通常这种题目呢 他会触到他的mean是一样的 OK 他的mean是一样的 就说他的平均的分数是一样的 就是讲他们的那一个 呃 如果你只是看平均的话 你不能够讲要选谁 如果我看到呃 像呃 艾曼的平均比较高的话 这样我一定是拿平均的 那个比较高的去参加吗 然后可是现在他平均一样的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standard division 然后我的standard division 越小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的standard division 越小的情况之下 他就越稳 OK 就是讲他的那个成绩是 不会相差太大的 所以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就选 jon OK 然后 呃因为jon的standard division 比较小 OK 所以他是比较consistent 所以他可以去参加那个比赛 所以他可以去参加那个比赛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平均是69.8 然后jon呢 他就是大概大概都是在69.8的分数 这样靠近69.8 靠近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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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的data分的比较散的时候 有一些很大一些很小分的很散的时候 他的你不用算 你一看你就知道他的standard division比较大 这个standard division比较小 因为他的那个范围比较小 这样 OK 嗯 标准的 做法啦 就是讲老师选学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标准的做法 OK 考试要的答案呢 是选jon 因为他的standard division比较小 可是如果我是负责老师的话呢 我会选择艾曼 为什么呢 因为艾曼他等下去考的时候 他考到40分跟他考到73分 其实是没有差的 因为第一名的人可能拿86分呢 然后你拿40分你也拿不到第一名 你拿到73分你也拿不到第一名 然后甚至你第二第三名都是80多分 然后你 像你John去考考到最好他都拿到80分罢了 他都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的第三名嘛 然后可是你这个时候你选艾曼去的时候 他他考到最好的时候他超常发飞 他拿一个90分全场第一名 嗯 你去参加比赛吗 OK 啊 但是如果你是讲谁比较稳的话 John比较稳 OK 可是谁有机会去参加比赛 谁有机会拿奖的话呢 嗯 其实是艾曼有机会拿奖 OK 讲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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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